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子强家里却是另一番情形 他老婆罗燕芳在伤心欲绝之后 开始慢慢走出阴霾 以超低价格变卖了当初 4150万个元购入的九龙伦八道的好宅 带着小孩和婆婆搬进了和文田的别墅 34岁的罗燕芳 正值女人最好的年华 自己每天就是接送两个年幼的孩子上下学 穿着粉白色连衣裙活脱脱的像个纯情少女 在一家知名的秦航学习秦义 她正打算在香港重启自己的新生活 忘却丧肤之痛 几个月后 她的这种平静的生活被一阵阵枪声打破了 早在案发的几天前 四名大约二十来岁的年轻男子 经常在和文田他豪宅附近转悠 当时罗燕芳并没有太在意 以为只是在附近打破了几个蛊惑仔而已 几天后 这四名年轻人再次来到和文田街 往罗燕芳的住宅走去 不料被几名从岔路拐出来的巡警撞见 巡警见这四个人神色慌张 于是立马起了疑心 领头的巡警要求查他们的身份证 那四人立马从口袋拔出手枪朝着巡警打射 警员迅速扑倒拔枪回击 那几名匪徒显然并不是像叶季欢那般身手了得的汉匪 只知道拿枪疑痛乱射 一阵火搏扣 巡警打伤其中的三名迫使另一名缴械投降 西部将他们逮捕 后来经审讯 这四个蛊惑在 得知张子强被枪毙后 罗燕芳手握巨额财富且孤身一人 于是打起了他的主意 他们在罗燕芳住宅附近财典 欲绑架罗燕芳的儿子 向他勒索数千万赎金 罗燕芳得知此消息后 惊恶不已 他迅速将在香港的地产 以及自己在何文庭的住宅镇外 套走了数亿赎金 带着一家老小移民到了泰国 返回邹芳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